因为午后的对流云系发展十分的旺盛 也有短延时的强降雨 所以迹象鼠特别针对了西半部 以及东半部的山区发出大雨特曝 台北市等大都会区也下几雨来 并且雷声隆隆 连线给记者聆听周 好 主播现在时间是大约是下午三点半左右 我们现在所谓的位置是台北市的中正区 可以看到现在的天气是已经逐渐的降下了大雨 而且路面上也有部分积水的情况 那现在很多民众都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是要赶紧躲到旗楼内来躲这一场大雨 那很多骑士也是赶紧来到旗楼内 要赶紧穿上他们的雨衣 那目前根据气象署统计 是针对了台北市以及新北市 发布了大雷雨及时的讯息 那这一场雨可能怕会是持续降到下午4点15分左右 那这一场大雨之所以会突然降下来 就是因为午后对流云系发展非常旺盛 所以连台地区都会有出现短暂的强降雨的出现 那今天气象署也针对了西半部地区 以及东半部的山区都强调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所以还是提醒民众会注意到雷击以及强震风的情况 那在低洼的地区也要盛防积淹水 那山区的部分的观众朋友们也要注意 摊坊以及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况 那再重复一次 那气象署是针对了台北市以及新北市 发布了大雷雨及时的讯息 那这一场大雨将会持续到了下午4点15分左右 那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市的中正区 不时天空就会雷声作响 所以其实这场雨是还蛮惊人的 所以再次提醒民众待在山区的朋友们 还是要得注意这一场大雨 那要注意自己身边的安全 以上的现场最新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